字幕提供 Archer Aviation於星期三11月17日 推出其全尺寸電動飛行出租車午夜 並表示希望在2025年前將該車輛投入商業服務 上星期Archer和美國聯合航空公司宣布了他們 在紐瓦克自由國際機場和紐約市之間 首條機場至市中心航線 Archer創始人高德斯蒂恩表示 該服務將使用現有的曼克頓直升機場 每乘客英里的成本約為6美元 低於直升機旅行的成本 Archer正在考慮機場到城市路線的其他地點 是Miami和洛杉磯 一旦獲得認證 這家總部位於加利福利亞州的初創公司 的電動隨直起降飛機 將在市場中和數十家其他開發商開始競爭 這個新興行業得到了豐田和達美航空公司等工業巨頭的支持 但仍面臨和認證 開發合適的空中交通管理系統和電池技術改造等相關重大挑戰